推广国内学童阅读不遗余力的 玉山黄金种子计划当中的 第70所的玉山图书馆 在新北市吉庆国小正式完工启用了 这座新北市第5座玉山图书馆 不管是在书柜、照明、还有视听系统等等 规划都是相当的完善 除了现有的近千本的儿童图书之外 明年还会再购置500本的全新的图书 为同学们提供舒适又便利的阅读环境 也借此让吉庆国小同学们可以爱上阅读 玉山黄金种子计划第70所玉山图书馆 今天在新北市吉庆国小完工启用 这同时也是新北市第5座的玉山图书馆 在这筹备期间设置照明、视听、书柜、舞台等设备 捐赠近千本儿童图书 往后也每年持续补助2万元的维护经费 隔年购置500本图书等资源 为学子们提供舒适多元的阅读空间 我也相信玉山图书馆能够最重要的是 在各个学校扎根 各位小朋友刚刚都承诺要多用我们的图书馆 一定要每天都来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犹豫 刚刚戴眼睛的这位小朋友有点犹豫 那我们希望大家多多使用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让我们的图书馆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教育是百年素人大猎 也是国家竞争力很关键的力量 所以玉山在世界卡顾客的支持之下 我们长期投入了玉山图书馆的建筑 那到今天为止是第70所 所以整个世界卡巨杀成卡的力量 已经在这样一个玉山图书馆 投入了两亿以上的资金 启用仪式中 即庆国小演奏及玉山合唱团 以多首优美的歌曲为典礼揭开序幕 而市长朱立伦则是致政玉山银行感谢状 即庆国小校长也以感谢状表达对玉山银行的感谢 我们今天阅读的活种照飞翔的翅膀 那我想我们要把梦想再做大 感谢我们后面我们今天穿蓝色 又都是我们的志工妈妈 故事妈妈 我们今天要招呼12位志工妈妈 我们从礼拜到礼拜六都有志工妈妈进来 那我们礼拜六也会开放让社区的小朋友 活动中的小朋友来阅读 那我们也跟猫头一个教育协会 已经跟他们亲自教育协会 已经跟他们做好联系了 他们会来培训我们的故事妈妈 我们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也来跟小朋友做导读 校方表示学校属于偏乡小学 整个四角亭地区没有一座图书馆 培养社区读书的风气有困难 因此积极争取玉山图书馆 除了平日提升孩子阅读之外 图书馆还成为四角亭社区多功能阅读室 开放社区使用 希望可以借此提升社区的读书风气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